东华大学为了感谢射丰乡公所长期给予学校的协助 在副校长的率领之下 特别来到了射丰乡公所拜访 并且捐赠了一套额温感测器 希望能够减少射丰乡公所在人力防疫的缺口 以及提高公所的人员安全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 国立东华大学在1月23号迅速成立防疫小组 中部处随即与各大楼陆续装设了清洁消毒设施 并且也研发了相关的防疫设备 为了敦庆木林 也将学校所研发出来的额温量测器第四代 捐赠给射丰乡公所 感谢长期以来乡公所所给予的协助 主要都是学生 老师说是指导 其实就是看着他们做这样子 那他们都很主动的把这些东西都做出来 那我们前前后后做了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第四版 然后我今天才知道送出来的是第四版 就是最新最稳定的版 东华大学捐赠了超音波自动额温量测装置的投入 也减轻了收工相公所在人力的缺口 以超音波额温量测装置的设置 就能够轻松量测洽工民众的额温 做这个额温枪就是用自动量测的这个装置 那利用超音波的方式 人一靠近那他就会去启动马达 然后来按这个额温枪 那就可以减少人跟 如果万一他发烧的话 那这个同人就不用靠着他这么近 可以维持一个适当的距离 那这个整个计划呢 学校非常支持我们 那也赵兰杰校长徐慧民副校长 特别支持鼓励学生 因为这些学生都是二年级的学生 他们即将要毕业 他们利用他们毕业之前的这个 很宝贵的时间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那最难能可贵的是 这些东西都是学校实验室里面的现有的材料 然后他们花他们的时间把它做出来 参与研发的同学表示 相关设备的零件都是来自于 平常他们所研究的自走车 而这些零件花费不到500元 就能够设计出自动量测而温的设备 其实我们学到的东西都是用在车子上 我们也没想说可以把它用在别的方面 然后因为我们那个 原本它也不是拿来感应人的 它可能是说感应有没有障碍物 跟感应我离障碍物的距离是多少 然后也是就是老师给我们一个想法 可以不可以看看整车有没有人 所以我们想说 没想过这个用法 那我们就试着不用用看 然后现在可以 然后我们就想说 那我们就把它做出来 所以也蛮有趣的一个挑战 就是给自己有一个经验 松丰香公所也非常感谢东华大学 能够捐赠这一批的设施 不只能够减少公所 在人力资源的不足 还能够提升职员的安全 超英波自动而温量测装置的投入 感谢师生全力支持与付出的无价 并非常感谢东华大学 将此身具意义的设施设备 捐赠给松丰香公所 尤其对硕博士班同学 正面临毕业在即的时间压力下 却义无反顾地投入防疫工作 尤为难能可贵 记者林杰受风采访报道